如果各位有時間自己在研究 太多東西了 這裡面一堆東西 搬進去看一下 就是可以做出很多花樣 它這個範本絕對有用途 所以如果你不會改 你就拿它來參考一下 那加上來之後的話 就是 我是把這個改紅色 這個改藍色 改藍色的 做出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應該沒問題 你就點下去有沒有 它原來是紅色的 點下去呢 就變成藍色的 那當然還可以做其他的變化 比如說 這裡面的字的大小 或者是間距的寬度 都可以由這邊去做調整 所以你字要放大沒問題嘛 那個間距有沒有 也是由那個 TestView去做調整的 所以相關的話 你可以透過樣板 去做修改 那一般的書裡面有提到 不過比較少提就是說 你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樣板 你也可以另外 另外一個 XML的檔 然後 XML的檔裡面就放一個 比如說TestView TestView 然後讓它去 去幫你去跑出這個畫面 也是OK的 那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 那我是覺得你如果 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用它的 來改 也是OK的 那改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 那還有就是說 剛剛 同學比較容易發生的問題 基本上因為你們還在跟 這個Android磨合當中 所以 發現大部分比較多的問題 其實基本上就出在以上幾個 一般我 好幾個同學會找我幫他看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 錯誤一 就是怎樣呢 就是一啟動 結果呢 只有看到一個錯誤畫面 什麼都沒看到的話 請你檢查一下 我之前遇過就是說 明明這個是Spinner 就因為它是複製貼上 結果這個也怎麼樣呢 也是TestView 但是它傳過來 卻是 以為它是Spinner 那你就一直用它 以為它就是 把它當Spinner來用 那就會有問題了 有沒有 這個是最常犯的錯 因為你很容易用Ctrl C Ctrl V 對不對 那要不然的話就是說呢 你前面貼上了 前面有改了 可是後面這個卻沒改 就是連結都連結到同一個 所以這種也是常犯的錯誤 還有遇到什麼錯誤呢 還有遇到就是說 這個明明是 強制轉型為TestView 可是它在前面 卻放個什麼呢 放一個ADTester 有沒有 它要把AD的強制轉型為TestView 那這個狀況呢 也會 就是 沒有 就是什麼都沒看到 就關閉了 所以基本上以後 如果你什麼都沒看到的話 那就關閉 請你檢查一下 畫面的東西 有沒有 所以我特別 就常要強調說 這個畫面上面 旁邊都會有一個 它的原件 它的名稱有沒有 原件的名稱 那你要對應到的就是 這個後面強制轉型的東西 還有就是說呢 它對應到的是不是一個 這個很容易錯 很容易發生錯誤 另外就是說 程式寫錯位置 比如說 像剛剛有同學 就是把這三行的 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裡面 寫在什麼 寫在這個 這個裡面 寫在什麼呢 寫在Ctrl-Shift-F 8個 寫在哪裡呢 寫在事件裡面 那也會發現錯誤 因為我們要先取得資料 再去產生這個事件 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那個流程不能錯 不然的話 整個就會有問題 如果基本上呢 基本上如果你很順的 可以把這些完成的話 那應該 它還是蠻聽話的 那目前就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是說 基本上 因為其實它是 算還蠻 蠻不好馴服的 坦白講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才不好馴服 這個很多問題 小問題太多了 那還有再來就是版本的問題 有些同學可能會直接先用最新的版本 那最新的版本那個有些狀況是不可預期的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是完全都還沒做出來的同學 請各位就是暫時先用比較低的版本 因為 至少 是 Round出來沒問題 等到你Round出來沒問題 你要再重新再做一個新的專案 比如說你可以再 建一個新的專案 你用最新的你Round看看 就Test看看吧 如果你用最新的版本 有什麼心得 對不對 你也可以 告訴大家 那個 新的版本裡面 比如它多一個Fragment 那個Fragment 像之前有同學就怎樣 把它砍掉 沒有問題 也可以Round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新的發現 比如說 你把這個東西 用新的版本Round 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再來就是 多國語系的部分 剛剛同學問那個 陣列的多國語系 也是一樣 你最後看到那個XML檔裡面 你就把那一段複製貼過去 改成英文的 改成日文 韓文 反正語言越多越好 因為 可以下載的國家越多的話 相對的你可以被看到的機會 也就越高了 再來可能就是說 因為將來你們 會有專案 然後應該也至少 維族裡面至少要有一個以上的同學 要有那個 就是開發者帳號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開始 開發者帳號的話 我想可以 自己先把那個帳號先建起來 因為建帳號基本上 不會太困難 不過這本書我不確定有沒有講 如果沒有講到的話 也可以參考 部落格裡面那個懶人包 我記得我有上過 那個部分 而且我有截圖 我有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都 建議同學一定要先把那個 開發者帳號建出來 然後初期如果說你實在沒有東西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先丟個 至少 丟個東西上去 試試水溫也OK 真的 可以嗎 讓我想說 這個